老伯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著說 他從小種田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 既然落後了 我就沒辦法刮 沒辦法刮 現在一天一天就刮 現在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刮 我們要照農民這樣刮 所以他還好幾兩三天刮百人 我們又刮不到 刮不到現在眼睛看著我們出去的幾片 從來沒有見過下雨會嚇到 讓他連一粒米都沒有辦法收成 稻田變成了池塘 更慘的是沒有稻福的稻穗都發芽了 我們這個議長會 這邊也有 都有 這都有整串喔 不是連整串喔 這已經二次傷害了 公親剛好兩天半 政府還是會收購 22塊 稻泡在水裡加上快半個月的雨水 讓稻穗飽水 不發芽也非常的難 更離譜的是 有的稻穗發芽都快變成羊苗了 老北說想要利用天晴搶割稻米 但是排不到機械割稻車來幫他搶割 今天來到我們的稻米之鄉 觀山池上霧野 我們發覺這次的水災太嚴重了 真的太嚴重了 因為所有的稻米含水量都已經到達一個飽和的程度了 很多的都已經倒在地上 然後呢 發芽 這個沒有倒的 這個沒有倒的 這個是站著的 這個沒有倒的 站著的都還牙發成這樣 這我們稱作胡鬚啦 這已經到胡鬚的程度 甚至比羊苗還要長 所以這個狀況非常嚴重 嚴重到 所以我們這邊是呼籲我們的整個 這邊 所以農民整個的二級到座的心血幾乎全部遭殃 所以我們這邊是希望說趕快喔 讓鄉鎮公所以及農會 趕快來去確認我們的受災受損的面積 盡快跟農委會來做一個反應 然後來做災害以及現金的補助 路野 觀山 池上 三個鄉鎮 處處都可以看見稻田池塘的景觀 還有像颱風清掃過稻穗全島的畫面 農夫心痛的在自己的稻田裡說 他種田種了四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 看了也令人的確很心酸 東南宣言部陳敬業 黃昊君在台東縣的採訪報導